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与李沁互动 私下幼稚活泼 模仿孙悟空 王一博 一个如今在娱乐圈中炙手可热的名字 他的每一个动态 每一次亮相都如同璀璨的星辰 吸引了无数粉丝和媒体的关注 近期 有关他在片场的一些趣事被曝光 展现了他幼稚活泼的一面 引发了广大网友的热议 在片场 王一博与李沁的互动成为了众人关注的焦点 两人不仅在戏中默契十足 戏外也是关系融洽 据现场目击者透露 王一博在休息时间手持手电筒 对着李沁的脸罩去 脸上洋溢着孩子般的调皮与恶作剧 而李沁对此并没有生气 反而是笑着与他互动 两人之间的氛围显得格外轻松愉快 不仅如此 王一博还在片场模仿起了孙悟空 手舞足蹈 神情夸张 仿佛真的化身为那位神通广大的神话人物 他的这一举动不仅逗乐了在场的工作人员 也让粉丝们看到了他不同于荧幕形象的一面 纷纷表示 原来王一博还有这么可爱的一面呢 王一博的幼稚活泼并不是他的全部 他也有成熟稳重的一面 在拍摄现场 他总是能够迅速进入角色 展现出专业的演技和敬业的精神 无论是面对复杂的戏份还是高难度的动作戏 他都能够游刃有余的完成 赢得了导演和同行们的一致好评 这次片场趣事的曝光 让更多的人看到了王一博的真实面貌 他不仅是一个才华横溢的艺人 更是一个充满活力和亲和力的年轻人 他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角色 也在生活中展现出自己的个性和魅力 这样的王一博 无疑会吸引更多人的关注和喜爱 王一博琼瑶女主事哭泣引关注 王一博 这个年轻的名字如今在娱乐圈中熠熠生辉 他的信念感和对工作的全情投入让人印象深刻 在镜头前 他展现出了收放自如的演技 无论是泪流满面还是细微的情感表达 都让人感受到了他对于艺术的执着和追求 在一次电视剧的拍摄现场 王一博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他需要在一场情感高潮的戏份中 将内心的痛苦和挣扎完美地呈现出来 摄像机对脸拍摄 对于演员来说是一种极大的考验 需要在镜头前保持高度的专注和敏感度 然而 王一博却毫无惧色 他以坚定的信念和全情投入的态度迎接了这个挑战 在拍摄的过程中 王一博的情感投入达到了巅峰 他沉浸在角色的内心世界中 感受着那份无尽的痛苦和无助 当镜头对准他的脸庞时 他的眼神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 仿佛要将所有的情感都倾注到镜头前 他的泪水在眼眶中打转 却始终没有流下来 只有在台词差不多说完的时候 才能让眼泪一粒一粒地 晶莹剔透地掉下来 在未来的日子里 王一博将继续用他的信念感和全情投入的态度 面对每一个角色和每一次表演 他相信 只有不断地挑战自己 超越自己 才能在艺术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自开播以来便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随着剧情的深入 这部电视剧的收视率节节走高 不断刷新热度记录 成为了当下最热门的影视作品之一 而王一博在其中展现出的精湛演技 更是赢得了观众的一致好评 王一博在追风者中饰演的角色个性鲜明 情感丰富 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通过细腻的表演 将角色的内心世界展现得淋漓尽致 让观众能够深入感受到角色的喜怒哀乐 无论是面对挫折时的坚韧不拔 还是面对爱情时的柔情似水 王一博都能够游刃有余的切换情绪 将角色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 正因为王一博在追风者中的出色表现 许多观众开始更加关注他的个人生活 其中 他的吃播更是成为了粉丝们特别怀念的一部分 在繁忙的工作之余 他的吃播视频总是让人看得津津有味 王一博还经常在吃播中与粉丝们互动 分享自己的生活点滴 他会谈论自己的工作经历 兴趣爱好 还会推荐一些自己喜欢的美食和餐厅 这种亲切互动的方式 让粉丝们更加了解他的生活状态 也拉近了他与粉丝之间的距离 对于王一博来说 追风者的成功和吃播的热度只是他演艺事业的一个起点 未来他将继续努力 不断挑战自我 为观众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和真实的生活分享 王一博凭借追风者大火 其参演的电影也得到观众认可 近日他微博发文回应私人演唱会 引发热议 其爱好广泛 不仅擅长演绎 也喜欢体育运动 常通过微博与粉丝互动 作为优质艺人 王一博事业心强 先有负面新闻 王一博的追风者终于大结局了 无论是收视率还是反响 都是一片好评 几位主角也是凭借这部剧一炮而红 王一博这两年已经参演了很多部电影 如今也是一部接一部的上映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他的演技和电影已经得到了观众的认同 9号 王一博与脱姐公然示爱的话题忽然登上了热门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王一博8号晚上在自己的个人微博上发了一条微博 多谢各位的支持 至于你的私人演唱会 没问题 后面还附上了一个私人录像 这条微博一出 顿时引来一片欢呼声和兴奋的评论 王一博在直播中答应过 只要这部剧的收视率好 就会给他的粉丝们一些福利 但他还是坚持要选择自己想要的 有粉丝在他的微博上留下了他的签名 要求他玩滑板 打高尔夫球 玩游戏 或者自拍 他都谦虚的说 如果他不喜欢 他可以拒绝 谁也没有想到 王一博竟然如此宠爱自己的粉丝 不但说要开音乐会 还要开舞蹈 还说要满足所有的粉丝 简直就是一对逼人 托姐说的是非味 王一博很喜欢骑摩托车 还曾经参加过摩托车大赛 因此给自己取了个外号 在这个画面里 王一博身着一件灰色连帽衫 头戴一顶黑色鸭舌帽 在球场上摆出一副很酷的姿势 王一博穿着一件黑色的休闲服 正在打球 伸手脚健 显然是个全面的运动员 对各种体育都很感兴趣 视频的结尾 是一段很酷的飙车镜头 估计会让很多粉丝都看傻了 呵呵 很多人都点进去看 都觉得王一博是真的在谈恋爱 却没有料到会有这样的一幕 出现在公众面前 身为一个高质量的艺人 王一博现在的重心 还是放在他的职业生涯 以及个人的利益上 这么多年来 他几乎没有什么负面新闻 以王一博的性格 就算以后谈恋爱 也不会藏着掖着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